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坐在最前面我们的市长的位置安排在中间 所以有一段距离所以没有办法跟他们讲道话 第二个因为他们今天他们的这个总统跟前后两位总统呢 他们有高规格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礼遇或是行程的安排 所以一般人可能也没有办法容易进到里面跟他们讲话 但是院长有像这个我有跟这个新任的院长打个招呼请个驾驭 他一上任他一定会注意到六都哪些市长有没有来 那过去我都是尽量不管哪一位行政院长 我都尽量参加行政院会 像刚才我讲那个搜救权的基地就是参加行政院会 跟财政部长协调的把他抢救下来 那所以我很珍惜参加行政院会的时间 不过因为我们现在刚好在碰到总质询 那期价没办法一再起 所以我今天有特别跟我们新任的卓榮泰院长 还有郑立军副院长 因为这些都是旧事 我特别跟他们说 跟他们说这几周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 但是来日方长 那另外今天也有碰到苏贞昌院长也跟他打招呼 那这个苏院长还跟我开玩笑说 他卸任的时候我是唯一的欧罗尔 然后那个卓院长也开玩笑 因为三个人在一起聊天 卓院长开玩笑说 这我也要多欧罗他 谢谢 我说基本上在等候总统进场的时候呢 大家有做一些寒暄 所以今天我提早到达 除了一些外国使节 今天有很多的外国使节 美方的日方的各国的使节都有纷纷打招呼 那另外呢 有一些中央级的官员 还有一些地方的首长 今天也出席不少 大家都有利用在等候总统进场的这个时间 或者是两场在转换的这个中间 那有进行这些寒暄跟交谈 市长今天那个旧旨前的活动气氛怎么样 你在现场 很顺利 因为赖清德总统是第16任总统 那所以国家在安排这些相关的仪式是非常有经验的 总统主持非常有经验 所以我看到今天秩序井然 而且这个 议程也 行程也非常的流畅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是都很顺利 像你怎么看今天赖总统在就职典礼上面的表现 基本上这个赖总统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人物 他过去当过地道委员 也当过直辖市长 那也当过行政院长 所以基本上他对于大场面是驾轻就熟 那当然在他今天的这个旧职大帝的演说当中 他对于国家发展的方向 以及市政的这个重点呢 提出了很多 那所以我看到大家就开始有一些评论 那我个人是认为了 新的总统上任 那他虽然提出了很多的国家愿景跟市政方向 那总是要给他一些时间 给他一点空间 那再来评论可能比较公平一点